本案建物为大树丘陵地区因应地形排水需求 兼顾产业运输之必要而为一般的排水寒冻工程构造物 没有明显的重大历史事件 市府文化局人员说明专家考察结果 针对日前发现的这个日制隧道 则确定当时设置的目的是排水及产业运输用 而建物本身是二战前就新建的红砖隧道 属于一般的建筑构造物无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 因此无法列入文化资产的项目中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有文化历史价值 因为毕竟看起来就是比较古老的建筑 那经过我们文化局真的也很好 他们应该在之前就前几天就已经有派员过来 然后专家来勘察了 他们把整条路都走了 那应该判定这个桥墩应该是战后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能介于1949年之后 那虽然它已经连线差不多70几年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价值 可是毕竟它是一个我们这边共同的回忆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就是说这里不要破坏它 虽然尚不具备文化资产的价值 但也是当时大树居民的生活回忆 因此是以为黄飞凤及当地民众还是希望可以保持火化 而初步会先由区公所来协助环境整理及设立告示牌等 批评不肖人士在这里清倒垃圾 后续再由社区来进行火化利用 那如果有人要在这边讲说清倒垃圾的话 我们希望区公所这边可以配合 就是可能立个牌子之后请勿清倒垃圾 不要去破坏它 因为再过可能20几年 它就是一个古文物的一个文化历史价值的一个寒洞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保留它 那我们这边的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农村在造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串联起来 这个也是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看以前的人为了我们的道路交通 为了我们的水路他们真的是很努力 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个那个砖头的那个 我觉得那它的那个应该品质是非常好的 可以延续这么久 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来回味一下我们古时候的生活 也不是古时候啦就是从前的生活那种农村时代的一些建设 社区未来希望可以将这里变成一个文史导人场域 除了让民众看看当时的建筑工法 也能介绍先人士如何利用这个隧道 以及早期大树的生活样貌等 希望能让更多民众对大树的文史有进一步认识 记者欢迎会长报道